应该采用隔行扫描 就是说它每一个frame是分成两场 基础场 偶负场 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合起来 就是利用人眼的视觉斩流 能够把这个固定的一个一幅幅的图像 在你眼睛里感觉到的是一个motion picture moving picture 这是一方面 现在呢就是HTV呢发展的也比较多 也可以做成这个1080P的 它有30P 24P 24P呢就是说我们一般看电影 就是每秒钟24个frame 这样的话呢这是人眼 就是他们研究出来 人眼的视觉斩流的最低的这种 就是frame rate 如果再低的话 你就可能看出这个动作有点不太连续 然后还有呢再高一点分辨率 就是1080I和1080P 他们分辨率都是1920×1080的 1080I呢是NTSC是60个frame 每秒 然后60个field就是frame 然后1080P呢 30P就是每秒30个frame progressive scan 或者24P就是24个frame 现在呢 你看有的广告就是说新的那个摄像机呢 它有一个新的叫i-frame 实际上这i-frame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它只是把那个1080P的那个resolution呢 横着取了一半 竖着取了一半 所以就变成960×540的 因为它除一除二呢 这个比较好算 用着什么colorsion那些 interpellation就是说差值啊那些运算 另外呢高清摄像的那个高清电视的图像 那个长宽比呢是16比9 刚才看到我们正在调的时候 那个显示的时候开始是长宽比点的 所以是16比9的 现在我们显示是4比3 就标准图像的那个清晰度的辨识呢 都是4比3的分辨率 作为DVD的那个 作为对比吧 DVD的那个分辨率标准呢 是一个是720×576 这是PAR的标准 就是中国啊英国啊什么这些国家的标准 所以美国呢是720×480的标准 是NTSC的标准 这个这个图呢 就这边这个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高清和标清的比较 就是最最外边这个呢 最大的那个呢是1920×1080的 然后再再小一点那个呢 是720的那个分辨率 然后再小一点的那个呢 那是标准的DVD的分辨率 然后再小的呢 那就是以前的那个什么SVCD啊 VCD的那种方法 这张表呢就是 表明就是说这个广播电视的那个标准 那那个数据 数据传输量有多大 像那个1080P的那种呢 它是每秒18兆比特的传输数据量 是吧 720P的呢稍微小一点 然后标准标清的呢 更小一点 一般到4兆啊 8兆就多了 下面就讲 为什么要高清摄像 首先呢就是高清摄像的图像质量更高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电视呢 都是靠一个一个Pixel 就每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组成的 是吧 标清呢 最多是720乘480的分辨率 那么我们这个1920乘1080呢 它这个像素的数量呢 提高了6倍 是原来的6倍 所以这个它的清晰度就高了 第二呢就是说 现在新的那个高清呢 它用了比较新的标准和算法 所以呢 在同样的数据量条件下呢 它的那个图像和半音质量都比较好 第三个呢就是说 可以用高清的摄像机呢 来拍摄这个低成本的电影 因为以前也有人用 就是普通的那个摄像机来拍电影 但是呢 那个分辨率高不了 这个分辨率呢 要1080P的话呢 基本上和电影的那个质量差别 不是很大 所以要低成本一下呢 还是可以的 再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 虽然用高清 但是我们还是做DVD 或者说我们拍的1080P的 我们是做成720P的这个电视 是吧 那么呢 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可以去给它重新构图 裁切 就像我们照相似的 我们照里很大的像图像 是吧 那个发的尺寸很大 但我们那人可能就那么点 我们可以把它裁一下 所以这个高清的呢 它有这么一个好处 再一个好处呢 可能在座的摄影家们都不太 不太看好 就是说 你可以从那高清里边截取照片 好像我们一般喜欢摄像机 那算什么本事 希望是能够咔嚓一张 马上就拍下来 那才是本事 但是作为记者 或者作为一般的家长 比如说 我孩子去跳舞 我希望能够得到一好的照片 又没人给我照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最好 你就带一高清摄像机 你坐下来 每秒钟30个frame 对吧 你从里边一个一个frame挑 你总能挑到最好的时机 1920x1080的那个分辨率呢 作为你洗4x6洗8寸10寸的基本也够了 对吧 然后你放到网上 就是说报纸投稿都可以了 就是这分辨率是足够的 再一个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高清电视呢 这个价钱 这个摄像机的价钱 不断地下降 一般的现在入门的 级别的 最便宜大概400多块 就可以买的 所以这个 跟我十年前买DV的话 差了好多 我那时候买 买一个DV机器 还要1000多块 现在这个 这是便宜的 所以刚才跟郭峰说 他花200多买个 标清的摄像机 那是很亏是这样 就是说你 尤其像他 他需要照片的话 应该是买一个高清 所以你们要是 还有没买的话 记住了 一定要买高清 而且一定要1080P 这个呢 就是基本的 高清摄像的基本流程 第一个是准备工作 第二呢 是拍摄 然后呢 是后期制作和发行 大概就三步 然后高清摄像的要点呢 一个中心 咱们是跟靳先生学一学 什么一个中心呢 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因为我们周围 是吧 我们有孩子 然后我们有父母 什么各种各样的活动 对吧 我们一般来说呢 就是拍我们周围的这些活动 然后给我们留下一些记录 以后呢 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或者说 我们也可以去揭露一些丑恶的事情 什么的 这个看大家伙自己发飞 对吧 然后呢 两个基本点 这个呢 很直观 就是说呢 一个是图像 一个是半音 能把这两个抓住了 那你就不错了 再一个呢 最基本的 掏用一句国内时髦的话 叫做稳定压倒一切 这个稳定呢 确实是摄像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个我刚 当初我刚买了摄像机的时候 我就是 照照照 zoom in zoom out 然后就没一个闲的时候 然后等你照的时候 你不觉得 等你回来放的时候 看着忽悠 这个 最后看完是头晕眼花要吐 这种感觉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所以你要看这个 你说的是professional也好 业余也好 你要想照的好 首先一条你是要稳定 对吧 你要不稳定的话 你就谈不上别的 下面呢 就是讲一下高清摄像的 对于设备的要求 对于设备的要求